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淳 那我相信很多車友玩車玩這麼久 都一定沒有實際看過 BNC的阻尼在整個騎乘的過程之中 是什麼樣的反應跟一個曲線 或者是一個作動的狀況 那今天我們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來去講解阻尼到底在整個系統之中 扮演著什麼樣子的角色 要講解這個東西之前 我們當然是需要在一台車子上面 去裝設前後避震器的一個Sensor 來去記錄整個動態的狀況 藉由每一節的記錄 我們會把檔案抓下來丟進軟體裡面 去了解這台車的實際狀況是怎麼一回事 我相信很多車友應該第一次看到這樣子的介面 基本上這個是還蠻簡單理解的 左邊就是介紹那個ACC 就是去記錄它的加減速度 然後第二行就是當下的時速 第三行前避震的形成 第四行後避震的形成 粉紅色就是前避震器的一個作動 那桃紅色呢就是一個後避震器的作動 那會把它繪製成一個圖表 一個25秒的一個圖表 這次這個檔案很不幸的在第一節的GPS上面產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第一節是沒有記錄到速度的 簡單來說 阻尼的作用是在解決避震器正反向作用力產生的震盪 這台的設定是還蠻有趣的 應該是一般車友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阻尼圖 這個後避震的阻尼它是一直不斷跳動的 那我們以這個區塊來說好了 以這個滑鼠移到的這個區塊來講好了 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大約是2秒 2秒就跳動了 1234567個的跳動 這個對我們來說 我們看到的這樣的數據是屬於一個 非常非常不穩定的一個設定 過輕的阻尼 就是流速比較快的阻尼 你就會在騎乘的過程之中 一直不斷的產生震盪 我們看到這一個25秒的圖 它是一直不斷不斷的跳動 這個也是 這個25秒的圖也是 從頭跳到尾 對吧 我相信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要調整避震器 當我們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跳動狀況的時候 其實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難騎乘的一個狀況 你今天要進一個彎 或者是要開出一個彎 你就必須要等到邊際跳動結束 或者是比較趨緩 你才有辦法去做你要做的動作 這怎麼可能會好騎 有或者說這怎麼可能會騎的快 你不斷的在等待一個機械的一個跳動的結束 那你才能去做下一個動作 那如果人家的車輛是設定好比較平穩的 那是不是就會比你早去出彎 或者是比你早去做進彎完成的這個一個動作 當我看到這個圖之後 我基本上會去開始去解決阻尼的問題 那這個檔案就是我調整完之後 這台車原本的設定是 後B站的阻尼是轉到最近退30格 前面我記得好像是15格吧 我有點忘記了 30格 我們可以看到原本30格的設定 他就是一直不斷的跳 如果你阻尼的設定是轉的很稀的 很稀薄的 或者是退的格數有點多 那你車輛的狀況基本上會是這個樣 都會是長這個樣子 都是一直不斷的跳動 我在第一節看到這數據之後 我就把它調整起來 在第二節就有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個直線 這個直線一直往上開油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跳動 其實是比較趨緩的 對比一下這個區塊 就因為非常非常的明顯 有沒有 這樣對比起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明顯的 上面是明顯趨緩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下面在未調整之前就是一直跳動的 我們追求的就是一個平穩 那如果你的阻尼過西 就會產生一個不斷不斷的產生一個跳動 那剛剛也提到了 如果是這樣子跳動的情況下 你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去開油 我們在彎中也會一直不斷的晃動之類的 在以前的Youtube上面 都會去講說 阻尼的作用是什麼 或者說阻尼的設定應該朝向什麼趨勢 現在看到的這個圖表 再去套用以前的觀念 是不是很蠻多 對於物理上面的一些觀念 設定什麼的 是很有衝突的 來找我調整基礎避震一些車友 我都會很坦白的跟他講 這個阻尼的設定 頂多就是60分70分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每一台車的阻尼作動的狀況 或者是他健康的程度是什麼樣子 假設兩台車都是調整是10格好了 你怎麼知道他的油的 裡面用的油的係數是什麼 這樣子的設定是 法片有沒有改過啊 那他的整個的 變器的阻尼 阻尼油的流速是快還是慢 我們根本無從得知 你又不是接受過這樣子數據化的訓練 或者是一個數據化的經驗的話 你其實是很難靠感覺 去把一台車調好的 第一集的講解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去講解一下阻尼的作用 再來我們會慢慢去講解說 在這樣的數據上面 我們會希望 設定是往什麼方向是比較OK的 又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再慢慢的去介紹說 我們如何去利用這一套系統 來去解釋 選手的抄架的方式 又或者是一些行為 還有一些沒有做到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一次再討論吧 我們會先來講解說 我們會先去解釋 我們先來講解說 我們就記 vamos來講解說 我們要不解釋 那根這個方式 我們會先去解釋 所以我們要先來講解釋